现任前说忍了台志光八年 但议员翻出资料却发现 嚷嚷着忍很久的柯文哲 任内各局处跟台志光签订的紫约数量逐年攀升 根据北市府各局处资料显示 四十七个紫约从公务局的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社会局的老人福利机构监视器 土石流观测影像 甚至是各区户政事务所的光鲜网路建置 台志光凭借着母约里一具优先租用的霸王条款 通通包下就连蔣湾上任后也签了十八个紫约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更加码质疑 民众党四名议员跟台志光高层私下互动密切 你们四位有没有跟台志光的人吃过饭 可以请黄国昌出来自清门路 对此民众党议员说不愿随之起舞所以不回应 民众党则说都是因为母约限制了柯市府签约 从好农兵任内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始 到好归磕髓 如今蒋湾上任蓝白都拿台志光没辙 只能任凭予取予求 三连新闻 刘亦廷到我们知情小组 特别报道